很開心也很榮幸參與台灣休閒農業學院 數位線上職能培訓的計畫課程 然後很榮幸我能在這邊用兩小時的時間在線上 在空中跟大家相會 然後我剛剛已經有看到非常多全台灣的各地的休閒農業區 這些老闆業者們加入 我感覺我已經在線上環台了一拳了 我就看到有很多什麼苗栗的 然後中南部的然後北部的 真的是有些地方我有去過 有些地方我也是有看過而已 所以還蠻期待我可以有一天可以去各位那邊走走 因為我很喜歡那種休閒農業園區 然後我也有拍過 好話不多說我們今天要來講的是 YouTube影片的企劃拍攝跟剪輯 必須說雖然說這是進階課程 但是因為這兩小時裡面其實塞的內容 有點多了 我接到這個任務的時候覺得要從企劃教大家 從腳本的教大家從拍攝 然後一直到剪輯 我會抓一些比例 我覺得我會把比例跟重點先放在企劃跟腳本上面 因為我覺得企劃跟腳本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你都不知道你要拍什麼 你要怎麼拍 你拍出來的東西或許你可能自己都看不下去 然後你甚至不知道自己在拍什麼 至於用什麼東西拍 我倒覺得都還好 用手機拍都可以 對好 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好我是Sony合作的官方的攝影師 然後以及攝影團隊 所以我們陸續都有幫Sony在製作這些一些教學課程 然後有幫他們拍一些廣告 然後我擔任GoPro大中華去品牌大使已經超過六年了 對所以 但是其實蠻妙 我不是本科系出身的 所以其實我是後來我自己自學 然後我一路從業餘玩攝影 然後到接觸這些攝影品牌 然後一直被就是有被認證到現在 後來有參加一些比賽 全球性的台灣的都有參加過 然後我的本業現在是做商業攝影 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那種網路的一些廣告影片 我的副業其實我一直以來都有在做的副業 就是我有在做自媒體 所以我才跟各位分享YouTube影片這件事情 雖然說我的頻道不是訂閱非常多 也歡迎大家 也歡迎等一下大家訂閱這樣子 所以我同時是攝影師 我同時是導演 我同時是自媒體的經營者 然後我同時又是講師 所以我從小學到小學國中高中大學 其實然後到線上課程 其實我都有一個講課過的經驗 所以應該還算OK 所以我覺得今天主要我剛剛說的 雖然說是進階課程 可是我還是以帶大家啟發跟認識為主這樣子 好 這是我的資歷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我的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 然後也可以上去看一下 因為其實我上面蠻多這種 拍的所謂美美的 或是有各式各樣主題的這些影片 然後我們在FB 我們在YouTube 我們在IG都有在做使用 所以大家如果要接觸到廣大群眾 接觸到消費者或接觸到年輕人 其實大家鼓勵大家多平台去做使用 而不是說真的只在YT 只在YouTube 你可能FB可能IG現在都要做使用 甚至現在我相信各位的什麼 可能兒子女兒 可能孫子孫女 可能有在用什麼抖音 對不對 有在用什麼小紅書那種更新的潮流的平台 好 這個是我們之前 我們有之前有拍一些自己的紀錄片 那有被廣微流傳 廣微流傳 就是分享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什麼東森新聞TVBS都有報導過 然後那時候也做了一個 我們的小朋友的一個紀錄片這樣子 然後其實也蠻多人分享的 我們有跟各大品牌的一些業配的合作經驗 我覺得這就是給大家參考看看 有比如說有Uniculo 有Britter 有Yahoo奇摩 有KK Day K Day之前還找我們去北海道開露營車 在2018年的時候 然後有Dyson 有樂高 所以其實我們得體服務這一塊 其實有蠻多各大品牌的合作經驗 那不光不論是圖文 不論是影片 還有文章 很多的合作經驗可以跟各位分享 如果有興趣的 這兩個可能講不要這麼多 如果有興趣的 可以歡迎私訊我們 然後可以再來問我 我都很樂意替大家做解答 有一些接案的一些心得 或是一些分享 好 這個是現在是我的商業攝影的品牌 也是頻道 它叫做小甜筒影像製作 應該很好找 它叫做Visual Ice Cream 小甜筒影像製作 歡迎大家去看一下 訂閱搜尋一下 然後我合作過的 我拍過的 我拍過的品牌跟單位 其實蠻多的 全台灣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 我大概都拍過了 然後有一些大小型的車子的品牌 旅館 基本上都拍過 好 然後所以我的合作經驗還蠻豐富的 所以我可以用專業的技術 但是你們聽得懂的這種知識 做跟各位做交流 跟各位做分享 所以我現在最近有在多拍一些這種相機 或是鏡頭 或是各類攝影器材 電腦的評測 所以也歡迎大家去收看 也歡迎大家去做訂閱 然後我的頻道現在看起來蠻豐富的 我自己覺得蠻豐富的 這是我頻道的一個頁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有各式各樣的影片分享 我們有拍 比如說最近拍的蠻妙的東西 比如說蘭花的生技公司 大家知道最近蘭花很紅 之前蘭花展 蘭花的有一個台灣算蠻大的 叫做世貿農業生技公司 他們的形象影片是我們拍的 或是文化大學的形象影片 或者是我們有拍楊永偉 我們有拍建案 我們有拍新北市政府的腳踏車 自行車道的廣告 對 所以就知道做的時候事情蠻多元的 好 進入到本次上課的重點 今天很快 就是兩小時 時間不長也不短 但應該說是不長 因為是很濃縮 我最主要來 我分四大點要跟各位分享 其實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腳本跟企劃 就像我剛開始一開始說的 如果你都沒有想法 都不知道自己要拍什麼 沒有先寫下來 沒有先計畫好 那你拍的東西可能很亂 可能亂無章法 然後後續PO文的時候 也沒有系統 也不知道給誰看 所以我覺得一開始的腳本方向 企劃這個非常重要 然後再來是 就是運用器材 我這邊有打錯了 我這邊主要不是講靜態攝影 我這邊主要是講影片的部分 然後第三個是拍 室內外的拍攝一些知識 然後接下來第四部分是 影片的剪輯的軟體技巧 我會開我的自己平常用的兩套軟體 給大家看一下 一套是比較簡單 那是我一開始在初階在做學習的時候 使用的軟體 那後面那一套是我現在平常有在使用的 都有大量在所使用的軟體 都可以分享給大家看 基本的介面 帶大家認識剪接軟體的世界 那其實並不難 沒有其實並沒有大家想像中難 然後我還是推薦 我還是推薦 如果你真的有一個月有做超過兩支好了 如果你一個月做超過兩支 我真的建議你還是用電腦剪 因為如果你偶爾偶爾剪 你用手機或用平板我覺得OK 可是我覺得最好的操作 以及最好的擴充跟延伸 然後有系統的做還是用電腦做 所以建議大家如果你真的有興趣 未來開始在做幫你的胸斜農業區 或是幫你的莊園要做推廣的時候 你未來可能不管你是自己拍 還是找你的朋友 或是找你的家人親人 找你的員工做拍攝的話 我覺得建議還是由一台電腦去做拍攝 會比較好 會做剪輯會比較好 我目前講到這邊 如果我的聲音不清楚 或是我講的太快的話 請記得歡迎隨時留言跟我講 因為我有一支手機 可以看得到大家的留言 隨時跟我講 然後如果有問題 也隨時PO在下面讓我知道 如果講的太快 後面放的太快 或是我聲音有點模糊 或是不清楚的話 因為我盡量有講大聲跟講慢一點 因為我知道這是線上 會有一些延遲跟卡頓的部分 好沒有人回覆的話 那就代表OK 好那就繼續了 然後教大家認識企劃之前 我先聊一下 我為什麼會一直拍 為何一直拍這件事情 我相信大家都有參加過婚禮 因為其實像我自己多年前結婚的時候 我在整理自己的那些人生的回顧影片的時候 我發覺我小時候就只有照片沒有影片 就覺得好像有一點遺憾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當下就覺得說 我好像要開始來拍影片 所以後來也導致我 我開始往影片這條路走 我從一路從自己覺得有興趣開始拍拍拍 然後從業餘走到專業這樣子 所以拍照片我到現在還是會拍照片 因為各位等下看到同影片裡面的所有的照片 都是我拍的 我還是會拍照片 因為我覺得拍照片還是有它的必要性 因為它分享快速 然後一個畫面其實就凝結了一個瞬間 而且有無限的想像 對所以我覺得照片還是有它的美好之處 然後照片也是我非常好去練構圖 構圖 構圖這個非常重要 非常好練構圖的一個途徑 好一個途徑 我拍影片的話 其實我認為影片會比照片多了蠻多的東西 因為影片有聲音有動作 然後會讓我感覺到當下的一些氣溫 氣味 溫度 甚至我可以感覺到觸覺 還有當下我會馬上回到心情 甚至我可以聽到 我可以透過聲音或是甚至沒有聲音 我可以感覺到心情的氛圍 我甚至可以聽到笑聲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一個畫面閃過了 我都讓我的回憶變立體了 所以這就是我一直以來 一直推廣大家要拍影片的原因 我覺得影片照片 照片當然非常美好 那影片如果你會拍影片 會做影片 然後會去多分享你的影片 其實你的層次會更立體 你的層次會更立體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大家來上這項課的原因 因為大家要來往YouTube 去做影片的製作 所以剛剛前面說我的照片 它是一個決定性的瞬間 它代表的是你裡面充斥的構圖 然後有很多的意念在裡面 然後它可能包含了一些資訊 比如說我現在看了漂亮的美女的回頭 他有一些資訊 他有一些情緒 它是一個回眸一笑 然後有法師 然後有光線 很美這樣子 影片的話其實它就是一個音樂 畫面 還有情節節奏 它有多方組合在一起的多樣素材的結合 所以影片其實如果你開始學會 或是你開始要做的話 它是更多層次的組合 它是更多層次的組合 我建議大家如果有興趣 因為我相信大家現在在這個世代 其實應該有大量的看YouTube影片 或是甚至電視也好 其實可以多去參考 你想要拍出來的影片到底長什麼樣子 可以去多去看 多去找 像網路上其實有太多資源 可以給你們去找 YouTube影片都是這樣 所以這個是日本查到了一個一句話 叫一騎一會 其實就是簡單來說 一輩子只有一次的機會 所以我拍攝的時候 我都會用這樣的一個算是心法 或者是一個我自己的理念初衷 去做拍攝 因為我很多時候 一輩子只有一次的機會 我帶家人出來旅行 或者說我到某一個地點 我可能這輩子只會去這麼一次 那我就會使盡全力 我會用我百分之百的努力 會把它拍好 會把它收到我的回憶的保護裡面 那種感覺 所以一起會這個字詞分享給大家 好 接下來進入到我們上課重點了 我們上課重點 就是最重要的事情是企劃跟腳本 好企劃跟腳本 對話 對話關掉 等一下 對話關掉 我這樣還有看到我的螢幕嗎 OK嗎 可以跟我講一下嗎 因為剛好 就是剛剛按掉那個對不對 不好意思 我剛剛沒有按掉 好 所以我現在關掉了對不對 對 好 謝謝 感謝提醒 好 因為在進入到最重要的事之前 有講到這個部分 好 接下來跟大家講企劃跟腳本 企劃腳本 是我覺得是 就是不論是你自己拍影片 或是你幫別人拍影片 的一個最重要的一個股價 甚至是靈魂 一個結構 你要完全先計劃出來 你自己要拍些什麼 先寫清楚 我覺得不一定要像我後面講的 腳本結構這麼的精細 但是你甚至可以用一些Line 或是Word之類的 把你的想法文字化 有一些結構跟一些順序 你要對什麼人說什麼樣的話 你要拍什麼樣的畫面 在哪裡拍 你要使用什麼樣的器材 你可能有一些對白 你可能有一些對話 我覺得都可以寫清楚來 這樣寫清楚來的話 你拍攝的時候就不會亂 然後你在後期剪接的時候 你也可以按照你的根據 你等於是有所本 你有根據你的腳本去做剪輯 然後再去做額外的發揮 這件事非常重要 好 就是要企劃腳本 企劃腳本為何重要 就像我剛剛說的 一支影片的成立與否 然後甚至它會影響到拍攝 難易與否 因為有些時候可能 你可能委託你的員工好了 或你的家人好了 寫了一個腳本 就發覺腳本很難拍出來 基本上它可能沒有藏在你那個地方 觸摸 或者是它可能就做了一個天馬行空的想像 你才發覺說 跟我拍不太出來 結果它拍攝的概念又是一個影響 影響非常多的一個重點 這個時候就會產生 你的影片會有很大的撼動 就會你就會 我現在不知道該怎麼辦 不知道怎麼拍 所以建議 就是在寫腳本的那個人 可能就是他不是拍的人 或者是他可能是主導拍攝的那個人 非常非常重要 好看與否 然後再來是最後能被客戶 或者說能被觀眾 我覺得先不論客戶或觀眾 先能不能被你自己接受 你有沒有辦法 你就像網路上隨便有一支影片好了 有些影片你可以從頭到尾看得完 那有些影片 你可能看個3秒10秒 你可能看30秒好了 你就跳走了 你有沒有想過原因是什麼 你沒關係 如果你沒有想過 你下次可以想想看 為什麼有些影片吸引你 你看得完 或許是他的節奏 或許是你有興趣 你感興趣 那你感興趣的東西 會不會是 就是你想要做的體材 假設你可能很喜歡看 紀錄片型的 Discovery 或是那一種 尋找節目類的那一種 你很有興趣 你會從頭到尾看得完 或許你就屬於比較知性 比較知識性的人 或許這就是你想要做的影片的類型 又或許是你喜歡看那種搞笑的 你喜歡看這種幽默的 然後時不時就咚咚 跳出來很多音效 或是一些特效制 幽默的對白 或是幽默的情節設計 或許你可能就知道 你可能你喜歡看的影片 就未來會是你想要做出來的影片 這就是我回推說的 你就可以根據你自己喜歡的樣貌 先去有一個大概的方向跟基礎 去開始慢慢露出來 寫出來這很重要 好 所以也就是最後歡迎與否 所以企劃小本為什麼那麼重要 大家看得出來 從成立 你拍不拍的出來 到拍攝到底難不難 你拍不拍的 可以拍 可以實現你的想法 把想法實現在拍攝之中 然後再到剪輯出來 再到後來 好不好看 再到後來很多客戶 或者說觀眾能不能接受 再到後來未來歡迎 所以他其實腳本有這麼有專業 出來他就是一個房子的股價跟地基 非常重要 再次提醒各位 跟各位講 所以找出你的拍子目的 就像我剛剛說的 你的拍子目的到底是什麼 你只是無聊 我整天真的有錢有閒 無聊到我就是隨便拍拍 然後分享 或說你今天 我覺得多數人應該不是這樣 多數人應該是你有一個目的的 你想要多宣傳你的 比如說跟各位老闆 你們的農業的休閒園區 你的產業 你的場地 你的事業 你只要跟各位分享 你要宣傳 一定有個宣傳的目的 跟各位 跟告訴大家 要廣為人知 要讓大家來 消費 所以拍攝目的 非常重要 那我就先設定是以分享 分享為悠閒 或者說要他帶了一些宣傳的一些意味 所以跟各位也跟各位分享 要找出你們的拍攝目的 到底是什麼拍攝目的 就像剛剛前面說的 找出有趣的點 你自己喜歡看的影片 就有可能是你想要做的影片的樣子 所以找到有趣的點 也不一定是我說有趣 不一定真的是funky 不一定真的是幽默 好搞笑的 還有可能是一些 一些可能觸動人心的 一些會給人一些感覺的 所以我後面也會分享一些 關於農業的YouTube影片 也是很紅的 我相信在座的 100多位的學員的業者 老闆你們多少 或許都有看過他們 都知道他們 那沒關係就再看一看 或是你不知道 你未來可以認識他們 就像我前面說的 你最棒的影片 一定是來自於所愛的事物 就像我開始是從我拍我家人開始 拍旅行開始 然後一路開始拍 幫我朋友拍婚禮 拍活動 然後一路拍到商業的影片 這是我的心路歷程 這是我的質疑的走向 大家有聽清楚嗎 就是我是從拍我家人開始 從我最有興趣的開始拍 然後開始拍旅行 開始拍朋友的婚禮 然後開始拍 有一些朋友介紹來的活動 然後開始拍商業 甚至後來現在拍到台北市政府 拍到台南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 交通部 所以我是這樣來的 所以就是從我最有興趣的開始發揮 發揮一路發揮到現在 所以慢慢一步一步來囉 類型 你們決定你要拍什麼樣的類型 是幽默的 是好玩的 還是只是一些漂亮的畫面也好 然後或是一些紀錄片 你們先決定你們要拍什麼 這很重要 就像前面說的 你們不知道拍什麼之前 我真的都沒有想法 真的都沒想法 那沒關係 你先看看別人怎麼拍 多看 因為像我也是 就像我剛剛前面 我介紹我自己 我不是一個科班出身的一個攝影師 那我一開始 我是怎麼接觸到攝影 或是剪輯 或是影片這一塊領域 我就是多看 因為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廣告類型 我很喜歡日本的動漫 那我就開始大量的涉獵 我就開始大量吸收 吸收之後 我就可以模仿 模仿是一個非常好的圖景 你就可以模仿 你想要的樣子出來 好 我們先看看別人怎麼拍 像這一位應該大家很熟悉 我相信大家100多 147位學員 147位老闆 可能你們大家都是農業的相關的業者 應該或許或多 或許應該有一半以上的都知道 他叫小健健 烏農夫妻 烏農夫婦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影片 他就是比較用幽默有趣的方式 去做影片的介紹 他把一些我們都市人 都市人比較不常見的 比如說有一些有機農業 或是一些耕田的方法 介紹給大家 我就覺得他很有趣 我就會想要繼續看一看他去 我們可以看一下 大家好 我是小健健 有看到了 等一下 目前目前還有在分享 有好 天氣還不錯吧 有看到我右手邊這邊水道嗎 最近準備收割 在準備收割之前有一個空檔時間 那我們就趁著這個時間 來回復網友私訊的問題 其中有一個網友問到說 什麼是有機農業 簡單來說就是不使用化學肥料 化學農藥 以及基因改善生活 並經過驗證通過的農業更多方式 就叫做有機農業 因為我是種稻米的 所以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機栽培的管理方式 首先生產環境 最好能在同一個特定區域 什麼是特定區域呢 特定區域就是像這一塊獨立的田區 沒有隔壁林田的污染問題 冠冠水也是自己獨立使用 之後水質土壤還有農產品 必須經過驗證單位檢驗而合 這樣所生產出來的稻米 才有資格叫做有機米 嘿嘿嘿 你們不要聽他亂講話 我講的才正確 其實實際上真正的有機米 是用這支栽培出來的 不信你們跟我來看看 據我自己瞭解 有機米就是用這支雞 栽培出來的 不然有機的機制從哪裡來的 有機米的話 就是將雞養在田裡 所生產出來的稻米 就叫做有機米 我又沒有講錯 有機米本來就是用雞 台北出來的稻米啊 這是我爸爸 零雞家養的狗的賭人 的叔叔的阿姨的媽媽的 二兒子告訴我的 有機米的台北 是我剛剛那些所講的 不是你在那邊亂七八糟 誤導大家的啦 你剛剛講的才是正確的啦 我都是胡亂的 我先抖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知道就好 其實有機農業 不單單 是我剛才講的那一些 還包括 它所使用的肥料 都要使用 哎呀 你在幹嘛啊 幹嘛 你不會自己看嗎 我跟你們講喔 有機米就是要用這個 挖全肥料 那個比子才會 啊 啊 啊 有機農業的栽培過程 全程都只能用有機肥料 而且有機肥料 還要經過 有機驗證單位虛可 才可以使用 這樣你們知道了吧 有機米不能用任何的化學肥料 又來賭什麼 又來賭我了 你背的那是什麼東西 你說你做有機 旁邊全部都是打草 不怕影響到米的品質嗎 我是來幫你賭草的 那你裡面裝的是什麼 跟你講喔 這個裡面裝的 除草機喔 只要輕輕一噴 雜草等不三天 我來幫你除草 你還不是不敢按的 哎 你喔 真的是講不聽啊 我們一般田野上的雜草 都是使用 除草機來處理 連同田野的雜草機 也只能用手工打草 有機農業的栽培 是絕對不能使用任何的 補草機以及其他農藥的 不能使用化學肥料 又不能使用農藥 有機農業 為什麼這麼煩啊 真的是 因為有機就簡單了 來 欸 雞 今天沒有你的台詞 你就好好演一下 抱歉啊 每次都把你抓過來當臨時演員 辛苦你了 大家有聽到我的聲音嗎 有 這就是他用好笑幽默的方式 跟各位做有機農業的一個分享 所以這個應該是大眾男女老少 各個年齡層其實都可以接受的一個方式 所以這就是一個非常明確的一個方向跟主題 他就是用幽默好玩有趣的方式去做拍攝 其實這樣的拍攝他其實相當程度 也需要去做文字化的一個拍攝的脈絡 腳本的落出來 這個很重要 因為你就會知道 你就不會東拍一個西拍一個 可能會拉掉東西 這個很重要 結果我等一下會後面分享 我的細部的腳本給各位看 就是做參考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結構 很好的一個主題跟方向 好 在這一位台客劇場 他的導演 他其實應該相當程度應該也有很多人知道他是誰 也或許看過他的影片 我也分享一支他的關於農業的影片 他去參與這個采麗芝的過程 我們可以看一下 然後他的拍攝手法 就基本上就是蠻不一樣 跟剛剛前面那一位蠻不一樣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再去多看這兩位 或是多去參考你想像中 你想要拍攝出來的樣子 因為基本上現在YouTube的平台 這個世界上是非常分重的 非常非常分重的 分重的意思就是非常小眾 就是他可能在某一塊族群 他非常非常有名 他非常非常的專業 就像剛剛前面的物農夫妻小賢賢他們一樣 他們在農業 我記得農業YouTube 其實YouTuber來說非常非常有名 非常知名 或許完全不了解農業 或不認識農業的人 他或許就不知道他們是誰 我們可以看他來看一下台客劇場的影片 暑假快到了 很多都市外的大學生缺乏工作機會 來當個農夫怎麼樣 最近是豐收季 但台灣農業超學工 而且老年化 所以今天來幫忙採栗子 這種栗子太紅了 通常要採收的栗子是綠紅的 像這樣子 綠紅的呢 帶一點微酸 但這個呢就太紅了 拿到消費者手上已經壞掉了 所以必須限制 栗子只有兩個禮拜的豐收期 這種可以限制 但拿到消費者手上 有可能會長醜 所以現在是最缺工的季節嗎 對缺工如果沒辦法找到的話 或者說在這時候我們都沒有工人 其實採收的速度都來不及 很可惜的全部就浪費掉 一年的話 只有這兩個禮拜是產期 全台灣來說的水果產業來說 它是一個非常急速 非常講求效率跟 採收速度的一個產業 至少都有三分之一 會就是來不及採收就很紅很紅 至少有三分之一浪費掉 對 沒錯 因為缺工台灣每一年大概三分之一的 荔枝都被浪費掉 我已經快一年沒吃到栗子了 為了不要浪費 今天就要大塊吃 已經把一天的熱量死掉了 但有好幾千個栗子樹 還沒備產 最後一顆啦 我覺得 沾不住了 沾不住了 血糖又變高了 你只要斜 你只要反映下來了 很簡單 我要斜的 好好好 這有一個節嘛 關節嘛 把這邊一壓的話就算了 就這樣子 伸下去就好了 這個沒拆好 所以要馬上吃 對 這樣就揮起來了 這真的超大的 哇 三胞胎 感覺像一個婦產科 結身 雙胞胎 三胞胎 他還會變紅嗎 不會 還會 還會變紅 一般打工 要照大公司的時間排表 但這種農業打工 就是要靠大自然的時間排表 這個時候非常需要零食工作 那因為是工作季 如果你需要工作 來這邊拿就一定拿得到 但整天在大太陽底下 大學生會不會太辛苦 其實大部分的零工是在室內 台灣律師就要來到這邊 分級包裝 塞把的倒進 玄果分級機 現在是在專線啊 這專線是一百 好耶 百耶 他百耶 看你夠 百耶 看你這裡 喔 漂亮的就是外箱 對 對 對 過關的還得噴頂尖還有側的 這個嗎 對 兩個 要留到最後才算頂級 3.6公分以上 大學生大部分都在這邊 做篩選跟包裝的工作 你在這邊工作多久啊 三天 三天喔 喔 一天可以拿多少錢 兩天 我沒有上過耶 那一般當還多少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一百隻 那你覺得怎麼樣 沒有 很累 很累喔 明天工作幾個小時啊 在這邊啊 在店 六個小時都一樣 三十一夜最多 你三十一會放好嗎 你覺得有什麼不適應的地方嗎 有啊 就是語言啦 因為這邊會有越南人 或有客家人 然後有時候他們講話 我們會聽不懂 好 那怎麼適合這個問題 盡量跟他們講國語 或者是比手話講 嗯 進來一個 非常涼快的冷氣方 那你大概都算假課 那都幾天了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好 一天大概幾個小時 之前不一定 就是開一下課時間 或每課的話就會來這邊 OK 所以每天都蠻彈性的 對 OK 外面大概30度 啊 裡面才10度 為了讓立志可以跑出來更久 但眼鏡的同學要注意 出來會看不到 當大學生缺了工作機會 農業也缺了人力 這時候怎麼做結合 好 農務現在是一個網站 可以讓農夫列出缺工 是不是讓大學生找出工作機會 農村周邊的大學生 如果你缺了工作機會 可以上網看一下 它是一個農務人力銀行 一年採立志 只有兩個禮拜的時間 所以請大學生 一定要關注這個議題 因為現在是非常確認 林志工 相信大家都看完了 然後我再分享一個好了 我再分享一個我自己拍的 我自己拍的 類型形式又不太一樣 我這個是幫爐竹區的兇斜農場 拍的旅遊廣告 然後這個是桃園市政府的案子 給大家看一下 我是不是有關 我是不是有兩場了 我等一下 我要做一場了 因為導遊有兩場了 一些照片 那幾場了 可以嗎 我可以讓他來 你其實 沒有 沒有 就 我可以 我可以 可以嗎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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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应该看得出来说我分享的目前就是这三种形式 刚刚最后我自己拍的那一支比较像是广告 应该看得出来应该很明显 比较像是广告类型 就是美美的画面 他没有对白跟情节 有一个人物带大家去做走访 就像我刚刚分享的这三个影片 那是三种不同的类型 我刚刚分享桃源的芦珠区的修建农场 他其实就像是广告一样的类型 然后台客剧场的导演 他其实就是用一种第三者的角度 来参与立志的采收的计划 鼓励大家来多多走入乡村农业区 帮大家帮农民采收来打工 然后来振兴鼓励大家台湾的农业 然后来采收立志 他是用第三者的角度来体验 来体验这件事情 刚刚最早前面分享的小件件 就是务农夫妻 他其实就是用业者自己本身的角度去做分享 他就是比较好玩 比较有趣 比较好玩比较有趣 一般人或是说观众才比较看得下去 台客剧场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一套风格 他多数都是用这种纪录片参与体验式的方式 我觉得这也是幻列的一个思考 你要跟各位业者各位老板想要推广自己的地方 有时候你自己在老王卖瓜自吹自雷 一直说自己多好 或许你可以邀请年轻人 或是有邀请他会拍影片的人来你这边体验一下 参与你的或许用不同人的角度 第三者角度来推广你的事业 你的园区会有不一样的体验 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感受 所以这样做出来的影片分享给大众知道 也有不一样的感觉 好所以上面都是形式 我前面是分享三种没有哪一种形式一定是对的 没有哪一种形式一定是错的 只是觉得你觉得你比较喜欢哪一种 比较想要拍出哪一种的感觉 出发点技法上都有所不同 但是我这边就是讲一个比较中性的一个大概 给各位了解 好 我们进入到撰写脚本的部分 等一下 我们要进入到撰写脚本的部分 其实大家都写过报告 或是写过这些文书的资料 一开始你面对一张空白的文件或空白的纸 你一定会脑袋空空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的建议就是其实也没有一定要开始 一开始就写出来非常详细 非常有头绪的一些计划或是文字 大家可以先把一些想法先写在一些纸上 然后慢慢把它理出来一个脉络 理出来一个顺序 理出来一个你可以实现拍摄的一个计划 开始的这条路上 你一定会跌跌撞撞或吐吐摸摸 记得写完写出来一个大概 或是你有一些方向或是一些架构的时候 可以先找人讨论看看 你这样的方式你觉得影片有没有卖点 或有没有爆点好了 或是说有没有好看与否之类的 你可以先找人看看 在你把它完整写下来之前 好 这个我等一下也会分享这一支影片的成品 我们先来看一下用脚本去看整个的架构的感觉 好我这边我用一个等一下我用一个 螢光笔好了 好所以你看我一开始就写了 把我们拍摄的时间顺序跟对话都写出来 那这一个计划这一个拍摄任务 是要来做台湾好行 跟着谢杰玲知名的百万的网红 然后我们一家人跟他去大溪 东眼山的这个地方去做一天的旅游推广 好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一开始先写下来 比如说早晨 然后我们一家人要出发东眼山在哪边 然后可能在大溪总站再把地点也写出来 然后我们的对话会是什么 然后皮就是我太太 麦克就是我 好然后要怎么去 然后说你看我把这台词都详细的写下来 对白都写下来 都是这个已经到了非常细部的后面的工程了 一开始可能没有那么细都没有关系 或是你一开始做可能做前几支 你不是写的这么细都没有关系 没有人要求你一开始就做到这样子 这就是我们做到后面才会有开始把他写 写到这么详细的部分 然后我们白万网红 好他就出现了 然后他是女儿小天使 然后他会来介绍台湾好行的东眼线 好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的女儿叫皮妞 然后会有对话这样子 会有对话的部分 然后接下来我们你看我们这边有特别有三角形写了什么拍摄台湾好行的彩绘公车 拍摄台湾好行彩绘公车 某些时候要拍一些什么东西的一些方法好的一些方法 用三角形用不同的符号 用不同的文字的颜色写出来 然后可能在剪辑的时候都特别这边都有写了上次的介绍 他会好行让你轻松好行这样子 好然后进入到第一个部分 好一样是早上 然后我们已经在东远山国家圣灵游乐区了 然后我们在下来然后做一些介绍 做一些介绍 做一些对话跟介绍 然后我们把一些周边景点做一些拍摄 所以你看这都是计划 我们把时间地点人物对话全部写下来 这样在拍摄的时候就不会乱 就不会没有头绪 好然后甚至你在做剪辑的时候 你也可以按照这样的剪辑的顺序 好基本上八成这样做这样剪辑 然后另外你再做额外的发挥 那就不会有问题 甚至你要你有客户你有跟人家合作好了 跟一些业者或是一些业配好了 你用这样的脚本去跟人家去做事先的确认 去做对话去做沟通讨论 那也比较不会出问题 好然后再来就是一些自然互动 爬山野山的画面 然后我们再来做一些对话 再来做一些对话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去下一个地方了 聊到富田农场了 然后在台湾好行的车上可能讲一些话这样子 然后上次 好这都是已经基本上已经算是一个商业的脚本的程度了 好 没关系就像我说的 你一开始可能不用写到那么细 但是请记得你在拍影片之前一定要把你的想法文字化落出来 有个脉络 接下来到第二个场景富田农场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下车 然后我们也拍了其他台湾好行的路线介绍一下 然后百万网红杰林他可能讲了一下农场怎么样 然后很快可以到天空步道怎样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去喂动物 可能再做一些简单的自然的互动对话 然后周边景人的拍摄 然后等公车的时候讲一些话这样子 然后再把下一个地点介绍出来 好 然后接下来到场景3 我们到了老街跟沐浴生态博物馆 然后我们去吃豆干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就是结语 结语要介绍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把客户把交通部官方局给我们任务 也就是不好意思 也就是东眼山线介绍出来 好 讲一讲 好 这样子 好 所以你看我们还正式写了一个拍摄流程 拍摄流程 好 9点在哪边 10点在哪边 11点在哪边 所以其实也不是推荐大家 就建议大家 就是如果你你有一个真的非常比较有规模的拍摄 大型的拍摄 好 有个缜密的计划 你除了有文字的脚本 除了这样子文字的脚本 你甚至可能还要把拍摄的run down流程 了解出来 什么时间在哪里 什么人 这样子拍摄才不会有遗漏 才会有疏漏 所以像脚本 像我前面前面 像我讲到这边 其实已经讲完了企划跟脚本的多数 企划就是前面你要决定你的方向 你的影片的方向到底是什么 是可能是有趣的 可能是纪录片的 可能是邀请别人来体验的 你有一些对话的也好 或者说你要拍美美的画面都好 你就把文字画落出来 把它落出来到底讲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支影片透过这样的文字画 它拍出来会长什么样子 好来看成评吧 看一下 我先把简报分享关掉 好 这天真的好忙好累 好想出去走一走 那要不然我们去单上好了 进来的儿章尊心灵 好像是打不错 可是该车很游又很累 然后行车也很麻烦 那怎么办 我问欸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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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去单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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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王美幫你拍 一二三 Yeah 快上這個可愛的公車了 走吧走吧 走走走 欸 師大哥你好 我要到東面山 我要買那個一日捲 我們三位大人 欸 對 我們以前有一個三個一位叫成120塊 120塊 喔 好 OK 好 謝謝 喔耶 到了 從大機轉戰搭台灣好行的 506東面山線上的真的很方便 是的 而且我今天很明瞭喔 很明瞭啊 150元 天啊 有回家是120元喔 也不見 所以我這個 真的 真的喔 秋明媽媽真的很聰明 其實呢我今天也非常氣沸 因為呢我是第一次呢 進到我們的 東面山國家真林遊樂園 剛好今天天氣又非常好 我們就一起來一個 青春 提南雨送你的一天吧 好 趕快進去了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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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今天很簡單 對 還會不用怕說駕駛的行車廠都幾個滿 對 不用找車位 去著拍這個地點 而且這邊還有很大的薰衣草田喔 對 要去著看不同的季節 可能有不同的花卉的東西去讓大家 然後來這邊拍拍照 然後走一走 很舒服 對 母雞帶小雞 好 我們大概就看到這邊 因為有興趣的話可以再去看沒關係 然後我回到我的簡報 好 這樣的影片的拍攝方式 其實是比較像是節目的類似 比較像是一個網路節目的類型 拍攝就會需要一些人力 跟一些器材的部分 大家應該有看到一些空派的畫面 或是一些簡單的運鏡 好 這樣就比較會有需要人力 因為然後我們因為又找了 雅虎奇謀這邊找了我們 然後他又找了知名的網紅 接領這樣子 所以這樣的拍攝就會比較有規模有程度 好 如果你們是各位自己拍一拍的東西 其實就像我前面說的 再怎麼樣都要有文字化跟簡單的腳本 企劃方向出來 這樣你在拍攝上在剪輯上的時候 就會更有方向 更落實你真正你原本的想法 好 我們接下來進入到下一個部分 就是一些器材 器材跟各位介紹一下器材 因為我們前面講的企劃跟腳本 一個影片它的骨架 它的靈魂 就這麼說好了 接下來是我們要怎麼把它付諸於行 把它實踐出來 把它拍出來 你要用哪些器材 我這邊介紹一下 不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也要用到最好 你才開始拍 我覺得就像我前面說的 你可能像每一個人都一定有一台智慧型手機 對吧 沒錯 你可以用手機 現在手機基本上都一定有1080 沒有4K也有1080 HD的錄影模式 你就用這樣的一個器材都可以拍出來 而且其實手機的收音 我必須跟各位說 手機的收音其實蠻好的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錄音筆的 如果你很靠近你自己的 說話的聲音的來源的時候 其實收音真的是收得非常好 所以基本上手機的畫質 手機的穩定度也都OK 手機的收音品質也都OK 或許你的想法 就可以先從手機去做拍攝 所以不要 很多人會一開始跟我說 我沒有單眼相機 或是我沒有好的器材 我好像就沒辦法開始拍 我覺得那只是一些 可能你會先設一些關卡給你自己 我覺得有手機 每個人都有手機 先從手機開始拍 好這種都OK 我介紹一下 或許未來你想要再拍得更好的一些相機 我是主要是用Sony的 我這邊介紹Sony 因為Sony的比較是輕薄轉小 然後它也非常怎麼講 就是很為了動態錄影的市場 設計一些貼心的功能 方便各位使用的功能 有推薦大家 多數大家應該會比較去使用的是Sony ZV-10這台機器 或是它有一台叫ZV-1的機器 這個買下來其實大概就是一兩萬而已 也說不定你的手機都比它貴 現在手機好像都要三四萬五萬之類的 好 如果你想要再更進階 想要把拍照跟錄影都想要比較漂亮或比較更好 你可以選用所謂的全幅的相機 可能也選用A7C1或A7C4之類的相機 這一類比較輕薄短小相機 我自己使用的是A7S3這個型號 這個型號是屬於比較像專業的機種 那一台可能就要八九萬以上 搭配鏡頭可能就要POSE幾萬 所以如果你沒有這樣的大量拍攝需求 我覺得其實你買一台一兩萬出頭的單眼相機 其實我覺得就夠用了 我覺得就夠用了 好 運動相機的話 我主要使用的是GoPro GoPro的話其實也有一些拿GoPro來錄Vlog Vlog或者是YouTube影片 不是不行 就是GoPro的話比較像是你可以帶出去戶外運動 防水的相機 它會比較像是 如果你有大量使用水上運動的業者 水上活動的業者 我覺得GoPro就蠻適合你去做紀錄去做拍攝 如果沒有不是的話 我就建議你可以買剛剛前面的Sony的相機 或者是說你用手機開始拍 拍到你覺得你可以再進階的 你再去購買這些器材我覺得都OK 都OK 空拍機的話其實現在空拍機 我相信有一些農業業者可能會有拿來做施肥或是撒農藥的部分 這個都是有需要經過交通部民航局去做烤照的 因為現在有法規在做推行 老師麻煩吳先生畫面可不可以切掉 畫面被吳先生的畫面切掉了 好謝謝 謝謝感謝提醒 等一下喔我再按回來 抱歉 可能有不小心有人誤觸 對等一下 謝謝感謝提醒 不好意思打斷您 不會不會謝謝 感謝 就是前面有說的 就是盡量有任何問題都歡迎提出來 好 現在有看到了 有看到了 好 空拍無人機有法規的部分 其實要大家 等一下喔 大家要如果要拍攝的話要特別注意 要特別注意 如果你是其實不考證也是可以 做拍攝欄 就是自然人的身份 自然人身份其實就是小心夜拍 小心不要在人群上空做拍攝 然後小心進飛區 小心建築物 其實基本上如果你去民航局的圖庫資料去查 然後他也有APP 也有APP去做下載 你可以去隨時隨地去做查詢 如果你有基本的法規知識 你有基本的飛行知識 就是一般的自然人在綠區做飛行 做你的拍攝 做你的影片的分享都不會是問題 請注意法規的部分 所以無人機的話 加上你的地面的拍攝 就可以把你的畫面 你的影片更豐富 就像前面剛剛台客劇場的導演 他有蠻多使用無人機空拍機的畫面的視角 如果你的兇斜農業區 你的產業可能服務員很廣大 然後他又剛好是在一個可以拍攝的綠區好了 我就很推薦你可以去購買 去學習無人機的相關的知識 去做飛行做拍攝 就可以把你的園區 把你的產業拍的美美的 更加的壯觀壯闊 好 接下來會介紹室內外的拍攝知識 拍攝知識給大家做分享 這邊一樣的就是我把各位都視為是初學者 或者是第一次聽到這些知識的人 如果你有聽過或者是你已經會的人 那就當做複習 好 基本上我多數的老闆業者聽眾 應該是比較少去接觸這些攝影知識 好 我就講給你們聽 你們就可以聽聽看 如果有興趣的話就可以再去了解 好 其實像攝影器材 不管你的手機還是攝影器材 其實都有感光元件的大小的區分 一般來說 大家手機是比較接近於 你下面看到藍色那一排 藍色那一排 藍色那一排的大小 再比較厲害一點的 我們會去理解到的 比較厲害一點點的感光元件 約莫與 我用雷射筆 約莫與是一吋的感光元件 其實一吋感光元件其實就蠻大的 其實基本上比較少有手機 比較少有手機是一吋的 然後進入到什麼 更大的感光元件的全片幅的領域 其實就是比較接近是單眼相機的層級 這邊有一個Full Frame 就是全片組的感光元件 然後我剛剛介紹的ZVTEN 就是屬於APS-C的感光元件 感光元件是什麼 感光元件會影響到你的畫面 影片的進光量 很多人就會說 我的手機在夜晚的時候 或是比較低光源的時候 可能拍的比較沒那麼清楚 這個就是感光元件 它本身的影響 的因素的影響 好 我現在看到有一個解膚農場的業者 他有問一個問題 說有人建議 我這邊先回答一下 有人建議我將影片放YT或TK 請問在拍攝的時候 有沒有注意一個值的一個很大 這個就是一個標準的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也是非常基礎的問題 放在YT跟TK就是抖音 好 視頻的平台 影片的平台 基本上的邏輯的概念 就是比較不一樣的 好 你大家放FB 或是基本上FB可以拍紙也可以拍很的 如果你都是現在有 現在IG上面常推行的 如果大家有滑IG Instagram IG就是Instagram IG的話 它會有個推一個IG Reels 它上面的影片全部都是直式的 好你在拍的時候就要反過來把你的單元相機 或者你的手機原本就是打直的去做拍攝 如果像剛剛前面講的那種比較像是正規做出來的影片 好 比如說像剛剛前面 物農夫妻 台客 台客劇場 或者像我拍的影片 都是用拍橫的模式去做拍攝 拍橫的模式去做拍攝 如果你是要拍一些短影片 短視頻 現在比較流行的年輕人這種什麼5秒10秒 或是1分鐘以內有梗的這一種 你可能就是拍直的 好 就像剛剛前面 不論你是拍直的還拍橫的 前面的腳本跟企畫也記得一定要先注意 把你的想法落諸於文字化寫出來 然後再做不論是你用手機還是單元去做拍攝 好 我們接下來繼續了解拍攝的一些知識 好 所以以前我們拍攝的時候 以前都是在SD的時代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現在會去買什麼8K 什麼4K的電視 它的解析度就會落差在於這邊 所以如果我們把我們現在有4K的手機 或4K的單眼的規模 質量的規模 你拍攝下來的時候 你再回到Full HD 1080 HD的時候 你的影像就會稍微清楚一點 大家懂我意思嗎 就是你拍4K 你再把它縮小 去做裁切 它都是清楚的 都是清楚的 所以也不是建議大家 一昧的一定要拍到4K 或是你要往上拍 越高越好 不是這樣子的 為什麼剛剛前面的影片好看 為什麼剛剛前面影片 有些影片你看得完 看得下去 或者覺得好看 或是看完了 你還想要再做分享 那就是因為它 它有一個好的企劃跟腳本 它有一個好的方向跟主題 抓住你的眼球 抓住你的心 它對想要看的人講話 所以解析度或是剛剛前面的這種 所謂的感光元件 它不是一定的真理或是道理 你基本上就像我剛剛前面說的 鼓勵大家用手機拍 拍出來其實基本上只要有梗 或是說只要你有你的主題跟你的風格 你的想法 基本上慢慢都可以累積出觀眾出來 這都只是給大家了解認識而已 攝影山要素 大家會常會聽到光圈快門 ISO 感光度 這一類的東西 我這邊就超級簡單介紹一下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就搜尋 你就自己搜尋 光圈快門 ISO這些 不過我相信大家一般都是用Auto Auto拍攝 你不管是用手機還是單眼 那就Auto沒關係 就先了解一下 這些認識起來 其實你未來你要再更進階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你要怎麼拍出來 你心中想要的畫面 比如說像光圈 我們會常會看到說 後面很模糊有沒有 你會說什麼景深有沒有 後面很模糊 很模糊 然後人物很明顯 然後這個主題很明顯 它是怎麼拍出來 它其實本身就使用了一個大光圈的鏡頭 大光圈跟數字是相反的 光圈越大 數字越小 光圈越大 數字越小 你看光圈打開越來越多 它數字是越來越小的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手機 它會說 我是大光圈的鏡頭 我的光圈是什麼 F2 或者是F1.4 你就會看到這個數字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 它其實進光量特別大 它拍出來的東西就特別模糊 我說模糊是後面模糊 前面是立體的 前面是清楚的 快門 快門的話你會常會說什麼高速快門 運動員拍高速快門 這個時候你用越高速的快門 凝結的畫面就會越清楚 你有時候可能會拍一些 假設我剛剛有看到一些 比如說是有賞金的業者 對不對 剛剛有我看到什麼賞金 或是水上活動的業者進來 這個時候如果你要拍一些鳥類 或是鯨魚 或是什麼海豚突然跳出來 如果你不懂的設定 你可能怎麼拍都是模糊的 如果你懂快門這個東西 你就把快門調高 這時候你在拍的時候就會 你就會拍出來一個瞬間凝結的畫面 而不是這種模糊的東西 有猜密的東西 因為有時候自動他不了解 你現在的拍攝需求 所以如果你了解了快門 你就可以主動的去調整快門 把它拍出來 這個跟靜態攝影跟影片 其實都有相當程度的關係 都有相當程度的關係 ISO感光度 你可能有時候拍一些夜晚的畫面 好我今天就把我的裡面的ISO調高 感光度調到610012800 調的越高 我拍的東西 我在我的相機的螢幕上面看的越清楚 沒錯 但是你到電腦的時候 或是到你到影片播放的時候 你看就會覺得怎麼模糊了 怎麼變模糊了 怎麼變模糊了 就是因為他是用數位的電子的方式去把它拉高 如果你沒有配合前面的鏡頭 你使用的是一個比較光圈 比較小的 什麼F5.6 F4的光圈去做拍攝 然後加上你推高你的IA軸 這時候畫面就是模糊的 會有很多噪點雜訊 你可能一開始看的覺得好像有點清楚 可是其實並不是這樣的 好 以上就介紹完攝影三要素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問題 歡迎大家隨時發問 隨時提問 好 白平衡一般來說 大家都是用自動 自動 沒什麼問題 如果你的 你可能有一些問事 或是有一些特別的 什麼的 可能地點好了 他是特別的齒 或特別的藍 特別的齒 特別的藍 或特別的黃 你就要去懂得去動你的白平衡 白平衡 去手部控制 去手動控制你的白平衡去調整 你就越往數字越少 就是越藍 數字越高就是越暖 好 基本上 Auto 手機相機Auto 目前來說都不太會有太大的問題 如果你是有特別偏離的那一種環境 那就要自己去會去調 white balance 就是白平衡 好 幀數非常重要 幀數的話其實就是你放慢動作 為什麼有些 剛剛有些畫面可以放慢動作 幀數就是畫格 大家知道影片是一張一張照片加上聲音的一個素材嗎 好 那就是他每一秒紀錄下30個畫格 就是成立成30fps 30fps 就是24或30fps 都是我們現在一般看到的幀數跟畫格 如果 如果 你現在看到你的手機裡面有一個出現 或是相機裡面有出現 1080 HD 60fps 對吧 你以前都看不懂 可是你現在看得懂 你現在知道 你現在知道60fps還可以來做什麼 除以二 大家就可以放慢兩倍慢動作 好 我這邊的影片 我不知道大家看了會不會看得清楚 我就放給大家看 我這個是 我直接塞到內建在這個簡報裡面的 我示範這個簡報的 我示範這個幀數它的落差 如果有點卡頓或延遲 那就沒關係 就稍微看一下 主要是慢動作的順暢度 可能會有一點點遲 可能會有一點點遲 好 可能線上大家看效果不是那麼好 因為其實基本上如果在線上看的話 其實它就是一個很順暢的慢動作 好 好 室內 接下來要講到光線 好 講到光線 增速講完了 光線要怎麼去 了解你的室內 因為大家是休閒農業區的業者跟老闆 好 你們多數一定會常接觸到戶外 好 戶外的話要注意 拍攝角度 光的方向 光影的變化 好 我們會去使用什麼 戶外比較亮的地方 我們或許可以去使用反光板 如果你有能力的話 如果你有能力的話 如果你使用單眼相機的話 或許你可以使用 ND的減光的濾鏡 或者是你可以拉高快門 但是拉高快門會造成影片畫面的有一些失真的問題 這個比較進階 這比較進階 所以我推薦大家 你都不知道怎麼拍沒關係 你就是用Auto 有拍總比沒拍好 接下來進階才會知道 你用這一些戶外的時候 我該怎麼去用一些器材 或是一些延伸的配備 周邊的器材 去控制我的畫面 我們要去控制光線的進入跟角度 好 讓人臉 讓你的光是清楚的 大家有聽過什麼頂光 逆光 背光嗎 應該有聽過對不對 逆光的時候 通常會出現在下午的時候 或是早晨的時候 那個光線是斜色的 背光 出現在背光 多數背光的時候 是你可能有一個戶外跟室內 有一個反差非常大的 一面落地窗也好 外面是超級亮 裡面比較暗 這時候處於背光的狀態下 人臉只要一面向你 人臉都是黑的 這個時候我們可能會去使用反光板 或去使用打光的一些技巧 或是我們請人站的角度 就可以去控制光線 就可以去控制光線 中午的時候會是頂光 頂光的話 太陽直接在你的頭上照下來 你的人 他的臉上的陰影就會比較多 這個時候我們就會使用可能使用反光板 或是使用不同的拍攝角度 去避免這樣的人的臉部的陰影造成 當然這都是後話 因為如果你一開始都沒有把腳本設定好 然後甚至也沒有排 這個東西都是其次 這都是其次 室內比較暗的地方 比較暗的地方 我們該怎麼去做拍攝呢 你看像我們拍一個這樣的隧道 或是就算是一個店面好了 我們使用的燈光都這麼的多 這麼的多 都好幾盞燈 而且甚至有一些去控光的一些設備 所以其實 如果你沒有到這麼進階到這麼專業沒關係 你可以買一盞平板燈 或者是現在有網美的那種直播那種燈 都好幾千塊 都有網路上都有 去補一下你自己的燈光 你使用燈光設備也好 或是你使用我剛剛前面講的大光圈的鏡頭 主要的目的是要增加進光量 或者去製造光線氛圍 在暗的地方我們去做光 我平常使用的燈光的配備 大概是使用兩盞到四盞不等 好價格來說分享給各位 大概是比較輕便的大概是一萬出頭一套燈 然後比較貴一點的可能是兩三萬 然後還要有車子去載這樣子 做出來的光線就是光是這四盞燈做出來的光線 其實就很有廣告的感覺了 不過這都是後話 這都是去比較更進階的時候 你都有在拍你想要更好的時候 你再去了解這些燈光設備 所以剛剛前面講的光圈有沒有 我剛剛前面已經有提到了光圈 如果你使用了大光圈的鏡頭 大光圈是哪一個對不對 是不是數字比較小 然後這個光圈又打開了 這就是大光圈的鏡頭 大光圈的鏡頭 你就可以去增加你的鏡光量 增加你的鏡光量 好 講到這邊有沒有任何的問題 有任何問題歡迎大家留言 我這邊都看得到 我這邊都看得到 因為像剛剛前面 就一位問了 YT跟TikTok的影片的拍攝方式 好 接下來繼續講 解副農場他還有繼續問說 一般會希望拍的影片 可以在很多平台上映 沒錯 我們就像剛剛說的 如果你今天是拍直的拍橫的 如果是你要同步上映 你只拍一次 我會建議你拍橫的 後期再把它畫面拆成直的 但是也要看你主要是哪一個平台 現在多數人看的是很像 但也不一定 因為如果主要是看你使用哪個平台為主 如果你是要多數你的主力是放在IG 或是剛剛前面講的什麼TikTok之類的 抖音這一類的平台 你多數就會拍子沒關係 因為像YT也可以放直式的影片 也都OK 我覺得主力 我覺得最主要是主力 你還是要想 你要對哪個平台觀眾去做宣傳 這個你可以再做思考一下 好 然後這個是我平常一些拍攝的一些側牌 拍攝的運鏡 拍跳舞的部分 好然後這個是拍 就是拍音樂家音樂會的部分 好 好 所以接下來就是會有一些運鏡的示範教學 就是器材的使用的部分 好我這邊會跳出來 跳出來跟各位講一下 等一下我平時分享方面 好 大家有看到我嗎 有看到我的頭像嗎 我這邊直接做分享 好 也有人問老師是用什麼剪接軟體 好 剪別緊 這個是我在做拍攝完 等一下就會分享一下我的剪接軟體 給大家知道 給大家知道 好 剛前面就有講到一些器材的部分 器材的部分 像這款就是我使用的 ZV-E10 ZV-E10的鏡頭 你看它的螢幕 螢幕是可以直接做翻轉的 翻轉使用的 我這個時候我在拍攝的時候 我就可以直接拿著它 然後這邊有個控制手柄 控制手柄直接去做錄影 去做拍攝 去做紀錄 像很多你看到的這種YouTube的影片 或者是那種自拍的介紹影片 很多都是這樣拍的 然後它手柄也可以變成腳架 直接放在桌上去做拍攝 其實直接放在桌上去做拍攝 假設我現在要放在這邊好了 放在這邊 就直接放著 然後就直接開始對它講話 然後我也看得到我的深厚的構圖 我是不是可以包含我的那一些招牌也好 或者是我的那一些園區也好 然後像這一款的話 ZB10它就是可換式的鏡頭 你可以去再搭配各式各樣的鏡頭去做使用 市面上也有各式各樣的產牌 各式各樣的型號 就像我前面一直在跟大家說的 你先找出你的拍攝的主題跟想法 然後有一些架構概念之後 先用手機拍拍看 好 如果你真的覺得不夠 你再去買這些設備 再去買這些設備 好 就是不一定要一開始馬上就把它買好來 但你也可以這麼做 這也是另外一個方法 你也可以供應善期勢必先立即器 好 你也可以先把這些器材先買好 沒關係 先買初階的 先買初階的像這種 ZB10 這一種 你就先買好 好 就來做拍攝 像網路上有很多開箱 很多評測 像我剛剛跟各位聽眾分享 我自己有在做這些評測開箱 好 網路上有很多 你可以去做了解 去做購買錢的認識 好 像這樣的一個穩定 三軸的穩定器 就是我平常在做使用的一個模式 大家看得出來嗎 其實它有點像是用電子的三軸的馬達 這邊有三個軸 去把你的相機 有點像是浮在空中的感覺 加在空中的感覺 這時候 你不管 你要怎麼去運鏡 它都是做平穩的 為什麼 為什麼有一些我們的好看的畫面 是這樣拍來的 而不是你直接拿來做手持 然後它可能會抖動 可能會震動 好 這個就是更進階的去做使用 不過現在你說這種三軸穩定器 手機也有 你去打手機的三軸電子穩定器 就有了 幾千塊就有了 所以我就像我前面說的 器材只是一個小小的關卡 是你有沒有想法 把它落實於想法之後開始拍 好 這些器材都不是阻礙你的一些關卡的一些點 手機其實也有三軸穩定器 這個是for相機用的 for相機去做使用的三軸穩定器 好 我們在做跑動 在做一個走路的運鏡的時候 它都是流暢的 它都是流暢的 好 我這邊也沒辦法跟各位講 講到太多的運鏡的教學 因為其實各位都還很 真的比較初階 我覺得這邊就是帶大家來認識 來了解 如果你真的很有興趣 如果你 而且你如果真的有基礎 沒關係你可以來私訊我 我都可以再跟各位做解答 我跟各位做解答 好 或者是你可以隨時在這邊提出問題 提出問題 比如說你有購買器材的問題 你有使用器材的問題 都歡迎讓我知道 好 我可以即時做解答 然後即時也分享給各位聽眾 給各位學員認識跟了解 好 所以我再分享一下我的畫面 再分享一下我的畫面 好 我們回到 我們回到簡報的部分 剛剛前面講完了這個拍攝 講完了企劃腳本 尤其是企劃 尤其是大方向 我還是跟各位提醒 就是比較少在拍 或是根本沒有拍過影片的這些聽眾 學員 老闆 業者 你們知道說 如果你不論是你自己拍也好 不論是你交代你的員工 或是你的親朋好友家人拍也好 我覺得一開始的想法 把它文字化落實 非常非常重要 再來才是拍 再來才是拍 然後再來才是前面 你們可能有學到一些這種 YT的經營方式 然後接下來拍完之後 不管你是自己剪 或是交給別人剪 或是交給你的員工 或交給你的親朋好友剪 它是影片的最後一理由 你要完成它 因為你前面有很多的想法 把它落成文字了 你有一個非常好的宣傳的計畫 可能要拍出來 結果它可能卡在剪輯上面 所以剪輯上面其實推薦大家 如果你真的要用電腦剪輯 可能是一個小小的投資 小小的投資 就像我說的 你一開始都可以先做嘗試 手機的拍片 然後APP App這種剪片去做嘗試 如果你真的開始發覺你一個月 有固定產出一到兩支 甚至更多的之後 我建議你可以買一點好的電腦設備 去做用電腦的影片的剪輯 好 接下來介紹剪輯軟體給大家認識 市面上有很多很多的剪輯軟體 我自己使用的是 我自己一開始使用的是 威力導演 PowerDirector 他是台灣的一家廠商開發的 訓練科技開發的 他非常的簡單易用 而且他有半題中文 他網路上也有很多的教學 還有很多的教學 甚至他自己都有官方的教學 他非常的簡單 然後他也有免費的試用版 然後你覺得OK了 你再去下載完整版或什麼 我非常推薦 如果你是用電腦剪片的話 去使用這一套軟體 威力導演 PowerDirector 去下載來使用看看 其實也非常簡單 我等一下也會帶大家來認識一下 我自己現在工作 比較專業的工作 使用的是這套軟體 他是Apple的 Apple電腦才能去做使用的 叫做Final Card Pro 這一套軟體 我使用這套軟體 多數在學校學到 或是在多數 你可能去上一些社區大學 或是一些什麼聚將電腦那種補習班 學到的是PR 裡面這一套 Adobe系列的 如果你有聽過什麼PS P圖 你有聽過這一類的PS Photoshop這一類的東西 這個就是Adobe這一個廠商 邪惡的廠商 不是 這一個很好的廠商 給我們的一套軟體 為什麼我這麼說 為什麼我開個玩笑 因為他現在都是用訂閱制 訂閱制 你也知道就會付很多錢 我還是有很多軟體 是用他的訂閱制 每個月都要付錢給他 所以我開了一個小玩笑 所以Adobe他的PR 很多人像科班去做學習使用 社區大學 或是像一些電腦補習班 他教的都是這一套軟體 因為這套軟體 不管是在多數的人的電腦 Windows系統 微軟的介面上面去做使用 或是在Apple的電腦 Mac上面做使用 都OK 可是我這一套軟體 它是比較特別的 這套軟體 它是只有在Apple 它是只有在Apple上面 才能做使用 Apple 然後像威力導演 他Windows跟Mac 他都有 他都有 所以不用擔心 如果你今天是Mac 或是你今天是Windows 都OK 好 接下來就是剪接軟體的示範時間 示範時間 教大家來怎麼去做看一下 這樣子 好 我等一下一併回答大家的問題 大家有問題都可以先丟上來 像有一位學員 他就問我說 單眼相機的鏡頭如何挑選 我等一下就會回答 我先示範一下剪接軟體 操作 介面的了解 好 大家有看到我的螢幕嗎 有嗎 有 大家有看到我的螢幕 等一下 看一下 好 據說是有點小了 因為我上一次跟人員測試的時候 是說有點小 不過沒關係 這邊就是做一些示範跟介紹 我們進來剪接軟體的時候 基本上就會看到有軌道 就會看到有軌道的部分 就看到有軌道 然後有看到一些介面 這個時候我們該怎麼去做進行呢 這時候其實基本上像這種比較簡易型的這一種剪接軟體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要的素材直接丟進來 直接往裡面丟 然後他就會在這邊 然後我先帶大家認識一下 他像威力導演他會有這種影片的軌道 影片跟聲音的軌道 然後會有文字的軌道 什麼之類的 他會有很明確的軌道可以給你認識 然後你要怎麼去做簡潔呢 你一開始會覺得好像有點複雜 你看像這一面 像這個區塊就是你現在看到的影片的區塊 影片的區塊 你的素材的區塊 我們把它拉到簡潔軌道底下來 這時候我按空白鍵播放的時候 他就會在簡潔軌道上面 然後你可以隨時 像基本上直覺的簡潔軌體 你可以隨時去裁掉你不要的畫面 比如說好 像這邊 我不要他一開始從這邊進來 我要他一開始從地面上面 往上走好了 我直接把他裁掉 我直接從這邊開始裁 然後我後面不要這麼多 就到這邊 好我這樣是不是就裁好了 我可以移動他 我可以移動他 好 然後我可以去做素材跟素材的平接 好 我再拉一塊下來 有些人會喜歡用一些短場 我就示範短場的效果 給大家看 比較是一些效果的部分 比如說我們使用 你看像這邊他有很多的轉場的特效跟效果 你可以去做選用 你可以去做選用 當然是付費版 完整版才會有這樣的效果 大家有看到嗎 我把轉場效果放到影片跟影片的中間 這時候我再去做預覽跟播放的時候 他就會在轉場之間做改變 好有看到嗎 有看到 好 這就是轉場 文字內容你也可以去定 比如說我現在是某某某的業者 我要在這個地方 放上漂亮的文字 有點小動畫 有看到嗎 那邊有個動畫出來了 小小動畫跟文字 好 這個就是最基本的簡介軟體的操作 其實我跟大家說 一點都不難 真的一點都不難 像我一開始學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就是下載回來 然後自己摸一摸 把我的素材往裡面丟一下 然後把它往下拉 把它放一放 我大概就知道 什麼是什麼 哪邊是東西是什麼 我可以去做裁切 所以這個是連初學者 非常都可以去做 做使用的一套軟體 因為它非常非常的簡單 然後這邊就有文字 這邊就有轉場效果 這邊還有一些特效 比如說我要讓這個變黑白好了 你看馬上就變黑白了 馬上就變黑白了 我要他有一些濾鏡的效果好了 濾鏡的效果 馬上就變得很夢幻很繽紛 所以這套威力導演軟體 威力導演的軟體 很推薦大家去做使用 而且你看看這邊有很多很可愛的 內建的對話框 一些素材 這套軟體其實 經歷了這個時間非常久 它其實 在我大學10多年前的時候就有了 然後那時候非常的陽春 到現在它更新的非常多了 然後也更易於大家去做使用 易於大家去做使用 你看有很多的效果 就是看各位自己的喜好 看各位自己的喜好 輸出檔案 好這邊有人問說 輸出檔案的時候要注意什麼 輸出檔案的時候 不管你是用哪一套軟體 請記得輸出檔案的時候 要去選擇至少1080以上的專案 1080以上的專案 我不太確認你問的問題的點在於哪邊 我大概回答 如果你還有更細部的問題讓我知道的話 隨時讓我知道這樣子 對基本上要選擇1080的檔案 等一下我開另外一套軟體給各位示範 給各位示範一下 現在這套是威力導演 我先把威力導演關掉 所以很推薦大家去做使用威力導演 解析度設定 好 我先把它關掉 我開了現在是另外一套剪接軟體 好 大家有看到嗎 這套就是final card的部分 這邊我的工作的正常的流程 會是建立一個資料庫 其實這個邏輯大概都是同的 在各個剪接軟體上面基本上都是很接近的 很接近 他會建立一個專案或是資料庫 資料庫裡面 再去建立一些分的項目 剛剛有朋友問說解析度的設定 其實像更專業的剪接軟體 在一開始的時候設定就會先設定好 輸出的時候又會再double check一次 比如說我們這邊寫測試 你看在一開始的時候就會出現 他會告訴你你想要做的視頻影片的規格是什麼 你可以選擇4K 你可以選擇1080 甚至你可以選擇垂直的 也就是剛實施的部分 你可以選擇正方形 for IG for Instagram 然後可以選擇解析度 這個是專業的軟體的時候 他就會有這樣的規格 可以去做選控 好 這個時候我們一樣會把我們的素材丟進來 像我使用的都是這種比較直覺 比較直覺式的這種軟體 因為我自己蠻懶的去學一些更複雜軟體 這種軟體 像Final Hatch就是for專業層級的 他又是比較直覺的 但是他唯一的缺點就是你要去買一台Apple電腦才有 好 我這樣丟進來 你看我可以快速預覽我的這些畫面 我可以快速預覽我的這些畫面 然後我可以把它丟到我的剪輯的軌道上面 直接去做剪輯 直接去做剪輯 把它拉長拉短 甚至我可以把它放慢 我可以把它放慢 我可以把它放慢 好 非常的簡單易用 然後我要在轉場跟轉場中間 這邊有個轉場的一些效果 旁邊都有一些效果 比如說我要讓他一個油畫的感覺 好 這樣子去做轉場 好 所以就像我剛剛前面說的 如果大家一個月有做一兩支固定有做一兩支影片出來 我就建議大家去使用剪輯軟體 電腦的剪輯軟體去做剪輯 它的效果跟你的安排 剪輯的安排一定是最好最多的 而且會更有效率 就是不建議大家看著小螢幕去做手機的剪輯 如果你只是單純簡單分享我覺得OK 可是如果你是有一個有規劃性有主題性 有要在YouTube頻道 或是剛剛前面有學員有說你在TikTok上面 你在抖音上面有做的話 當然你在手機上平台 你可以用手機做平台 這沒有問題 可是我是說像你要做出一個比較有一個 好像紀錄片 或是剛剛務農夫妻那一種 方式的影片 我建議你還是用電腦做 建議你還是用電腦做 好我們回到我們這個簡報的部分 我們還剩10分鐘 好我這邊回答一下 剛剛有同學的問題 請問老師單眼相機鏡頭如何挑選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但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個要先問你自己說 你平常想要拍的東西是什麼 你有沒有自拍的需求 好如果你有自拍的需求 你有自拍講話的需求 我就建議你買一個比較廣角的鏡頭 好你可能會聽過什麼1635 或是2470之類的 比較廣角的 廣角的焦段 你同時就可以把你 就像你剛剛前面自拍的方式 把你跟你的自家的農田也好 把你自家的這種環境也好 都拍進來 好用自拍的方式 或是你用腳架架好的方式 好總之使用廣角的鏡頭 如果你有自拍需求的話 如果你沒有自拍需求 你可以使用 比如說一些2470 或是你有聽過定交鏡 定交鏡它會拍出比較優美的畫面 比較散景的畫面 比如說我後面這一張投影片 這張投影片的照片 拍我太太跟我女兒 這張就是使用一個比較長焦段的定交鏡 可以拍出來很細膩 很像寫真的那一種畫面 所以這就要問你自己平常拍攝的題材 你想要拍出怎樣的畫面 你想要你要有自拍需求嗎 如果你有 你就可能要考慮自拍它的廣角是不是夠寡 你可以選用比較 數字比較低的那一種 數字比較低的焦段 也就是什麼1224 1635這一類的鏡頭 這一類的鏡頭 好 好 我希望我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我接下來要開始做一些結語了 結語了 好 還有問題陸續出來 我等一下後面回答問題的時候 我會一併回答 好 我這邊講一下 這邊什麼是有感覺或是有溫度 或是讓人家想要看的這種動態影像 或影片 觀念上就像我剛剛說的 真的要熱愛自己的拍攝題材 如果你自己都拍攝的時候都會覺得牛牛捏捏了 都會覺得很尷尬了 都會覺得不怎麼想要拍了 或是你拍一次就不想要繼續拍下去了 我建議你 換一個題材 換一個方向 換一個主題 或者是請人幫你拍 你可能沒有這麼適合自己拍影片 不是每一個人都適合自己拍影片的 沒關係 你有想法我覺得可以跟別人討論 可以做出一個合作的模式 我覺得你對影片還是有基本的認識跟了解 這樣子你找人跟你一起合作做拍攝 不管是你的員工 你的親朋好友 你的家人幫你做拍攝的時候 你的想法比較可以落實 好 熱愛你的拍攝 我先回到 我還是回到原本的講的主題 你還是你自己拍 你要熱愛你自己的拍攝題材 記得 不管是你的任何器材也好 手機 相機 把它拿出來拍 拿出來剪 而且拿出來分享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太多 太多數的學員 太多數的聽眾 太多數我遇過 我這幾年 我講課講了五六年 太多數的人 就這麼說好了 七成到八成的人 你可能聽完這場課 還是不會拿還是不會拍 甚至你拍了 你可能不會拿出來剪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請記得拿出來拍 拍完就一定要剪 剪完就一定要分享 它會做 它會呈現一個正向的循環 我為什麼可以成為自媒體的經驗者 我為什麼可以成為攝影師 我不是去拜師學藝 也沒有人強迫我做這件事情 我是一開始 我自己有興趣 我還是一個上班族的時候 我就一直有興趣去做這件事情 我就一直拍 一直剪 一直PO PO到後來 開始有人父親做我正在做的事情 OK 計法上 如果你是有故事性的 請記得你可以搭配旁白 或是一個時間走的鋪陳 大家都有看過電影 大家都有看過電影 它是一個時間走的一個敘事 一個紀錄片的敘事 就像剛剛前面的台客導演 台客劇場的導演 他有講他是去採 他是要推廣 鼓勵大家年輕人去採荔枝 他就從一開始認識荔枝開始 自己去親身體驗 然後去採訪荔枝的 採收的工廠 然後一路這樣子下來 他是有時間走的 而且他有搭配旁白 如果你是一個漂亮的影片 你只是要把你的農場 把你的休閒農業區拍的美美的 沒關係 就像我剛剛前面 我自己拍的那個影片 我幫桃園市政府拍的那個影片 你可能你的運鏡 你的音樂就非常重要 你的人物也很重要 他是一個連續性的 建議大家一定要保持對生活有好奇心 而且要思考 你要怎麼樣把你平凡的事物拍的像畫一樣 這當然是後話 就像我剛剛前面一直講 你一定要拿出來拍 拿出來剪 拿出來PO 因為我這幾年多數上的課的學員 大概只有不到一成的人會持續這麼做 非常少會這麼做 就是鼓勵大家一定要去做到這件事情 你才會有不一樣的影響 力出現 不管你是在哪個平台 不管你是在Facebook 不管你在YouTube 不管你在IG 你在抖音 你在任何的平台上面 持續做 你一定會有影響力出來 而且會有人找你來業配 會有人付錢 找你做你原本就會做的事情 OK 這個是你一開始 如果你沒有開始累積 你沒有開始做這件事情 是不會有後面這些合作機會 或者是一些不一樣的影響力出現 練習 所以你可以從拍你自家的庭院 拍你自家的環境 介紹你自家的環境都好 好練習很重要 然後持續就像我剛剛講的持續 持續非常重要 好 也請記得 如果你想要看更多的影片 更多的學習 或者是有更多的交流 歡迎大家來這兩個地方來找到我 來找到我德體夫婦也好 或是小天童影像製作 歡迎大家去訂閱追蹤 好 然後上面有很多的各式各樣的影片 因為像我德體夫婦的影片 會比較偏向親子旅遊生活類的影片 這比較偏向大家熟知的這種YT影片 YouTube影片 它是比較趣味的 比較有個主題性的 我們去哪邊旅遊 哪邊拍 之前也是旅遊 我們拍旅遊拍到波流政府 拍到日本政府 都來找我們去做拍攝 或是像 後來我們幫波流拍的影片 波流總統他都有分享 所以這個是你一開始沒有拍 你就不會累積到這種程度 然後或者是我的小天童影像製作的 有大量的評測跟商業影片可以看 如果有各位老闆有想要合作 也可以來詢問我 Q&A時間 我接下來開始回答各位的問題 天空小品休閒農場的老闆有問說 解析度的設定是手機可以看 電腦可以看是不是不同 上傳YT有差別嗎 這就要回答到最根本的問題 你拍攝的時候是用什麼樣的器材拍的 就像現在說的 你的手機跟你的相機基本上都有1080 這都不是問題 請記得丟到你的剪接軟體 或丟到你的APP裡面輸出的時候 請記得一定要看到HD High quality的品質 再輸出 因為就算丟到YouTube上面 他都會幫你壓縮 如果你今天只是輸出了 因為你一定會在YouTube上面看到240p 或者是360 360這種低畫素 或720 你會覺得有點模糊 對不對 你會覺得有點模糊 好 這個就是你輸出的時候 沒有輸出到1080 你在拍攝的時候 說不定你有拍到1080 但是你輸出的時候 你可能APP 你可能不是用付費的 你可能不用訂閱 然後你就用他的免費的 你就輸出來 結果是一個比較低品質的影片 好 這個時候就有點可惜了 請記得 你一定要輸出1080 然後這時候丟到平台上的時候 FB他有時候可能降點畫質 他可能你輸出1080 他可能降到720 好 可是你丟到YT 丟到YouTube好了 基本上都是1080 這不會有問題 這不會有問題 好 我先停止我的畫面的分享 好 請問影片畫面尺寸 比例是用多少 好 這個就回到於 你要PO到哪個平台上面 你要PO到哪個平台上面 如果你今天要PO到YouTube上面的話 就像剛剛前面說的 16比9 1920x1080 1920x1280 對 的標準比例 就是1080HD 這個畫質 好 這個畫質 就是橫向的 橫向的 如果你今天是要PO到手機上的平台 像是 IG上面有沒有 IG上面的 現在IG上面很紅的這種 這種影片 IG Reels 這種直式的這種影片 你如果有IG上去滑 應該都知道我在說什麼 好 這種影片 你就要拍直式的 或者是你後期再用裁切的方式 去做9比16 好 9比16的影片 9比16的影片 它是版的 好 我這邊也寫一下給大家 一般的影片是16比9 16比9是橫向的 橫向的 橫向的影片 那9比16就是現在直式影片的比例 這個你在後期輸出的時候 就要特別注意 好 然後問題持續都陸續再進來 好 感謝各位 就代表你有 有吸收 有回饋給我 有回饋給你自己 我覺得這個最重要 紫森林旅宿的三副休閒農場老闆問說 請問剪輯軟體可以調整影片射調嗎 可以多數的剪輯軟體 不管是你使用的是手機裡面的APP 不管你使用的是 我剛剛講的這兩套軟體 都可以去改影片射調 所以這都沒有問題 這都沒有問題 好 改影片射調是一回事 也建議大家在充足的 不管是室內戶外的光線底下做拍攝 這個很重要 這個會影響到你的影片的清晰的程度 好 這也會影響到影片清晰的程度 請記得 一定要記得你的光線的相機這種東西 它其實就是一個吃光的東西 你就記得 它是很重視光的東西 所以你記得 為什麼有些時候在那種大太陽 藍天白雲底下拍的東西 就是會比人家好看 那是因為它就是一個很重視光的一個機器 所以你在光越好看 晴天的狀態下拍 一定再怎麼樣都比陰天 比你低光源的底下拍好看 所以保持著這個原則去做拍攝 好然後在你後期 你前期光進的越多 你後期的影片的色調 你能發揮的就越豐富 越好看 如果你在前期就是陰天 或是比較低光源的底下拍 你怎麼調 都很難調出那種很亮 或是很繽紛的很夢幻的色調 比較難 多羅馬的老闆問說 如果拍攝海礦實況影片 實況影片是指直播嗎 多羅馬的老闆是指 你是指直播嗎 直播影片跟這種剪輯影片的方式又有差別 直播影片關乎於有時候不是在於器材本身 而是在乎於網路 網路本身有沒有能接收到 如果不是直播 就像我剛剛講我繼續接著說 如果是大家有要直播的話 那就可以關乎你的網路 如果你是在一個很偏僻的高山 或是你開船開到海上去 你直播效果不好 那是因為網路 如果在海上拍攝影片 建議使用哪種器材 這樣就要看你平常船的航行的 可能你是比較那種刺激的那種 或是我不知道 你可能是比較平穩的那種大船 我都建議你是要比較有防手震的設備 因為船我也有拍過 我有幫基隆市政府拍過那種漁業的影片 我有搭船出去捕魚過 船都是很晃的 基本上如果你只有只是用手去拿的時候 會很蠻慘的 所以你可能是用一些固定的 對沒錯 因為很難防手震 然後又跟你船的那天的浪況 跟你的船的航行的速度 還有你船的大小都有關係 對吧我沒說錯吧 船的幅度 像我的話我很多時候我在船上拍攝 我很多時候我還是會用三軸穩定器 手機也有手機有三軸穩定器 你在做平穩的運氣的時候 基本上你的船 我先不論你的船是非常狂風暴雨 可能只是一般的小浪好了 或是一般的航行的速度 有一個三軸穩定器 基本上就可以把你的這種晃動的情況 給消滅掉 給消滅掉 好 姐夫農場又問說 很多時候YT影片詢問東西哪裡買的時候 老師你會如何運作 這個就跟 這個姐夫農場老闆你可能問的東西 其實是比較偏後勤的 偏比較商務面的 這一塊 因為我比較少在YT上直接賣東西 這個問題可能要再去問別的老師 好 因為 你會留LINE資料 或是你有官網之類 這個問題我比較沒有辦法回答 因為我很少 我基本上很少在YT上直接賣東西 因為這跟你們的商業模式作業有點不太一樣 好 我就先跳過 莊佑宇這位同學有問說 有農村體驗的拍攝腳本可以練習嗎 好 就像我剛剛前面說的 你可以去參考一些農村體驗的 不管是國內外的影片分享 就像剛前面的台客劇場也好 或是烏農夫妻也好 這一類的 或是有一些什麼 我覺得相信有很多那種 去澳洲島打工度假的那種 YT影片 我覺得你去搜尋 可能沒有 你沒有辦法 有這種懶人包 你可能可以把他影片交付寫下來 然後你可以去邀請別人來做拍攝 或是你自己拍 你可以把影片交付寫下來 你想像的樣子寫下來 就像我剛剛前面鼓勵大家 邀請大家多看你想要做出來的影片 人家怎麼做出來 你可以去把他的架構稍微抓出來 然後有那個模樣把它打造出來 你自己的環境自己的樣子 不管你自己拍或是請別人拍 所以我才說要多看多模仿 多看多模仿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一定要多看多模仿 從多看多模仿開始 理解別人他們怎麼成功 他們怎麼做出來這個影片 你多看幾次 多看幾支之後 你自己自然就會有想法 然後把它文字化 把它架構出來 他大概是用哪些架構 然後你邀請別人來體驗你的農場 或是你自己來拍一個體驗農場的影片 我覺得OK 好 任何影片的長度 好 我再回答最後一個問題好了 因為12點了 如果有後續的問題 也歡迎大家再來跟我交流 就像我剛剛前面說的 那些平台都找得到 我很非常樂意回答大家的問題 好 最後一個問題 任何平台的影片長度會建議多長比較吸睛 這個跟每一個平台 它的觀眾屬性又有不同 FB的影片 你記得FB的影片 如果你不是真的超級有梗 超級有故事性 超級有旁白 超級的精緻 我建議大家FB的影片都是在1分鐘以內 甚至30秒更短 因為FB的群眾滑的速度是蠻快的 不到最快 但是蠻快的 所以你自己也要回推你自己 平常在看影片的時候 什麼樣的影片你會看下去 什麼樣的影片你會滑掉 好 你可以回頭分析一下你自己的行為 這時候你就可以了解 你要怎麼做出來 你想像中的影片 YT影片 剛剛前面我分享的 是不是它有一個完整的故事性 完整的架構 它都可能落在3分鐘5分鐘 甚至更長8分鐘10分鐘的影片 為什麼有些8分鐘10分鐘的影片 你看得完 好這就要問你自己了 為什麼你看得完 這一定有關係 這一定有你自己想要看的部分 你可以再回推回來 它可能是某一些講解特別用心 它可能它的音效特效上的特別用心 它的音樂它搭的特別好 你會繼續想要看下去 好 然後就像剛剛前面說的 如果是Instagram IG 或是像抖音這一類的平台 它都是在更短的時間更快的滑 如果你要上傳IG 你要上傳抖音 它基本上都在30秒以內 你可能做一個很漂亮的畫面 5秒10秒就好了 好 所以你要根據不同的平台 來拍攝出屬於平台的時間長度也好 或是格式都好 所以主力還是 我們今天講的是YT 所以我講的還是YT 然後我這邊有延伸講到FB跟IG 或是抖音 這就參考一下 好 就是讓各位了解說 其實現在有很多不同的平台 去宣傳你們的一些商業的行為 宣傳你們的自己的產業 你們自己的事業 你們就要了解平台的屬性 去多看多模仿 你自己就會有心得 然後接下來還是進一步的去做 可能文字化的處理 然後可能去做手機的拍攝 然後你可能覺得手機拍不夠 你可能再用單眼去做拍攝 接下來才去做用電腦的剪接 這都是一步一步來的 不要馬上跳 跳到下一個階段 我覺得是保持拍攝的習慣 你自然會發揮處理你的影響力 我今天的課程跟分享就到這邊 一樣 其他如果大家也要跟我合作 或是有任何問題都來找我 我都會回答大家 好 謝謝大家的時間